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定表现得非常专业 非常有学术氛围 就是这种学术氛围吗 我可不可以不要啊 你什么时候让我见见你男朋友啊 不 这是个人才啊 你俩都谈这么久了 也不让我见不合适吧 什么好像我们见了好多面说的 有空一起吃饭啊 这 今晚呗 这样我们吃完饭还可以打个麻将 不行 我不打 我又不会打 麻将 不能打 这样现在我们特别不无正义 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 一定帮你撑好场面 不 我们必须要掌救他们 拿什么去救我 停在新港的那些破烂星舰吗 放心吧 我们一定表现得非常专严 非常有学术氛围 就是这种学术氛围吗 我可不可以不要啊 你可算来了 姐姐 邱老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我带我男朋友过来蹭个饭 知道你来蹭饭的 赶紧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于途 这是周影帝周老师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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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跟我合作过的演员段吴 幸贵 幸贵 这是我的好闺蜜 陈雪 悠悠 你们在干嘛呀 下个月我们一起拍个电影 趁大家都在 对对词找找感觉 这场是个曲异戏 刚好我们缺了一个搭戏的 要不 小老师帮我们搭一下 大谢 不 我们必须要拯救他 拿什么去拯救 停在新港的那些破烂星剑吗 少将你忘记了吧 联邦所有的精英 都被你口中的英雄给带走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任人宰割 一点点被蚕食吗 好了 少将 你冷静一点吧 国家已经不能再经历一场战争了 更何况还是个必败的战争 我们这个地方的表演方式 需要再讨论一下 就比如说这棋场 怎么样 专不专业 文不文业 刚才我们还在斗地中啊 看到你们一来马上被我把牌收了 就开始兑醒 是啊 专业起得入戏速度啊 我就问你有没有一种 学术的凤贝 有没有一种艺术的气氛 嗯 跟他们科学家比起来 完全不熟吧 嗯 拜托跟我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收起你们现在的样子 把刚才学术的那种气氛 继续演下去 拜托了 谢谢 那必须啊 这个人设 吃了饭的时间 还是撑得住啊 嗯 那再来一场啊 不用了 再演下去这个学术的气氛 可就太可言了 强量好处 强量好处 好 怎么样 我演的老头像不像 像 不过呢 刚刚你们的台词 涉及到了新武器的行动参数 如果是在星际时代的背景下 有点过于保守了